同学们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的是 企业所得税的第二节 叫因纳税所得额的这个确定 这可以说是本章当中内容最重要 当然也是考点最多 也是这个有一定难度的 所以呢 作为本章当中的这个第二节 我们会花的时间比较多 就有点像我们学第二章增值税的时候 一般计税方法 所以这个两个大税种里面 分别都有这个一节是最核心的内容 好那关于企业所得税的因纳税所得额 其实就是它的计税依据 那从我们一般的思路上来理解呢 所得嘛收入减扣除 就是纯收入就是所得 所以在这一节的内容当中所围绕的的 其实就是收入和扣除的问题 不过内容比较多 我们给它分成了五个知识点 其中前面的两个是跟收入有关的 那个收入里面包括是吧 有哪些是要交税的一般收入特殊收入 另外呢 还有哪些它是不征税的 不征税是根本不属于咱们所得税的范围的 以及呢属于范围但是它免税的 所以这都跟收入有关 好那我们后面的知识点 叫做三四五 它是都跟扣除有关 包括呢是吧可以扣除的 关键是在可以扣除里面 我们还有几项 加起来应该是在八项左右的内容 是有限额标准的 是吧 那么这八项有限额标准的 那个限额都是什么 是吧 那限额是怎么来这个使用 那这个限额和会计的要求 是有什么差异 如何纳税调整 这是我们的重点 所以在这个扣除标准和限额里 这块是咱们每年考试 综合题的主要考点 至于说在收入当中 收入当中 那个一般收入是吧 综合题 有的时候会考到免税收入呢 也会适当的结合 但是呢 综合题里面重点还是在扣除上 至于说在扣除上 我们还有一些不得扣除的项目 这个主要是选择题的考点 而亏损的弥补呢 不难 如果考试涉及到 一般都是综合题里面的一个业务 这样呢 咱们在这个五个知识点中 大类就是收入啊 扣除啊 那这样呢 我们把它分成五个内容较多 这样咱们细细的来进行学习 不过在大的思路上 我们先给大家梳理一下 那就是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额 它到底怎么来考虑 收入减扣除 那收入减扣除 我们来看看 到底怎么来确定它的收入呢 刚才的几个知识点就出来了 是吧 先确定收入总额 然后减去里面的不征税和免税的 这都跟收入有关系 然后再减去按照税法的要求 是吧 可以扣除的 这是税法要求的 扣除 那再减去 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因为你的这个收入 收入呢 是当年的 扣除 扣除也是当年的 但是在你交所得税的时候 你以前有所得 交了税了 是吧 跟国家分享了你的所得了 当你出现了这个经营亏损的时候呢 国家呢 也会给你分担一部分 因此 在你交所得税之前 也允许你先弥补以前年度的亏损 那我们国家现在呢 是规定允许五年之内的亏损的弥补 所以这样的话 收入减扣除 这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叫直接法 那这个直接法 我们就想起来增值税 是不是也有一个直接法是吧 那就是把这个本环节的增值额 成税率 就是增值税 但是这个增值额你怎么算啊 那这样的所得额 你说你怎么算啊 你是不是要专门的寄一个叫做 征税的收入 再专门寄一个叫做 税法允许扣除的项目 那么这种情况下会加大 咱们纳税人多少工作量 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 没有哪个国家使用这种方式了 那我们使用的都是什么呢 间接的方法 这样的间接的方法 其实咱们增值税 不是现在现实生活中也是间接法吗 咱们用税减税的差额体现 对增值的扣税 而在企业所得税中呢 我们的间接法 那就是以会计规则 所计算出来的会计利润 作为一个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来进行纳税调整 无非就是调增和调减吧 那么这些调整在哪来调呢 不是去调人家会计账 会计账你是按会计规则来记的 你只要那个记对了 那当然就不用再去调了 我们纳税的时候调的是表 也就是咱们这些项目 都是在纳税申报表里面来进行调整 因此解锁的税 这一章我们在教材上呢 最后这一章的最后 它是有申报表了 不过就写了一个主表 那实际上我们还有很多的 叫做企业所得税的副表 那这些调整都是在这些副表上来 具体体现的 好那我们在这需要进行纳税调增的 和需要进行纳税调减的 那个项目非常多 那我们现在先给大家提个思路嘛 所以就说说大类 比如说在这个实际生活当中 是吧 你这个纳税人免不了有一些客户来了 我们有一些这个招待的 应酬的 咱们叫做招待费 是吧 那这个招待费 我们在会计利润当中呢 那就是你有真实票据的这个都扣了 比如说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这个生产经营单位 他会有一些这个对客户的招待 应酬是吧 客户来谈生意的招待应酬 那这样的招待费 那咱们在会计上呢 你要是有实际的票据的话 那我们都是作为管理费用来扣除了 好假定说我这今年一年是100万的招待费 不过按税法的要求 就是你的招待要和你的经营活动 是相关联的 而这样的关联呢 我们是要算个限额标准的 是吧 这样呢 限额是多少 咱们后面会给大家具体的讲到 不过这个按限额算出来的呢 假如说税前在所得额里只能扣30万 这样呢 税法所规定的那个扣除 是吧 和你会计上的扣除就不一致了 不一致就产生了差异了 那我们需要怎么来调呢 这样就把税法扣除的30万 和你会计上已经扣的100万 来比较一下 实际上会计上你扣的 是不是超过了税法规定的标准 这样呢 超标准的咱们就要进行税前的扣除 因此这个超标准的要做调增 调增多少呢 调增一个叫70 是吧 税快差异差70 所以呢 你会计上减了100 调增了70 那不是税前就可以扣除30 这是我们说的调增的一大类 好 那调增的第二大类 那他会有一些在现实生活当中 这个纳税人违反了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 那有可能呢 被有关的行政管理部门进行了叫做税务行政处罚 比如说你因为交通违章 所以呢 被行政罚款5万 那肯定我们交罚款的时候是一种损失啊 那就是营业外支出扣了5万 但是按税法的要求 你既然是属于违反法律法规 那你被罚的这个开支 你要自己承担违法的承办 所以按照税法的要求 税前这个是根本不得扣除的 是零扣除 所以你在会计利润里已经减了 对这种呢 叫做不得扣除的 就是超范围的 超过税法规定可以扣除的范围的 这样的话 我们直接把这个你扣了的5万 调增5万 这不是等于是 他就抵消了 因此呢 所得额力他就没扣了 是吧 那我们还有一些 那就是在你的会计利润当中啊 他是没有体现的 我们可以叫做未计少计的是吧 未计少计 他没有体现应该交税 比如我们有些适从销售的业务 他在会计利润里都没体现 那这种情况下 税法规定交税 那你就在纳税申报表里面 直接呢来进行这个计税收入 以及呢相应的成本费用扣除 所以你这样的未计少计的 直接会计利润里没有 我们就直接都做调增 好 这个调增是这样一类 那么调减呢 从大类上来讲 一类呢 那就是咱们说的减免 是吧 减免的收益 减免的项目 那他在会计利润里面 已经是收益了 但是呢 按税法的要求 可以不交税 你比如说 咱们是企业购买这个政府债券 这样呢 所取得了政府债券的利息 相当于是一种投资的收益嘛 是吧 那么在会计上 我们这个投资的收益 假定说 咱们取得的利息是20万 这20万 按照税法的要求 你可以免税 不交税 因为你这是买政府债券 支持政府的这种建设 开支 所以税前的 咱们所得额里面 是可以不交税的 是零 那好 你在会计利润里有了 那我们现在呢 就让你把它减去 这样呢 你利润当中加了20 调整当中调减20 最后应纳税所得就是零了 这就是减免税的项目 另外呢 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 是吧 这个亏损弥补 你在会计利润当中 那你这一部分是根本没体现的 因为你会计利润是当年的损益嘛 但是呢 在交税的时候 可以让你在五年之内的亏损进行弥补 所以直接做纳税条件 好 这样我们给大家梳理了这种基本的思路 看来呢 都明白了 这个会计利润太重要了 它是基础 是吧 那就像一个房子的地基 如果你这个基础打好了 这个房子它才牢固 那我们只有会计利润算准了 你的应纳税所得额才有可能是准确的 所以这就提到了 刚才我们说 有的同学对会计不太熟 那什么是会计利润啊 所以我在这呢 也给大家截了一个 那就是我们教材244页 这个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A类表 这张表呢 它是一个完整的叫做主表 是吧 那它一共呢是有38行的 我只是截出来了前面的13行 那这13行就是我们这个计算 会计利润的一个过程 那可以说它以前和咱们会计上的 那个利润表是一致的 但是税法的变革 它不会像会计那么快的变化 你想想税法 咱们是全国人大来立法通过的 这个企业所得税法 那你要是想把这个法随便做修改 那很难的 因此呢 咱们在这个现在的 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这个主表里面 会计利润的形成和咱们 会计上那个利润表 不是完全一致的项目 但是整体结构和思路是一样的 那我们在这儿呢 就以税法的要求来看一下 那首先在这个申报表的 前13行是会计利润的形成过程 其中的第一行叫营业收入 非常非常的重要 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解释 这个营业收入 在这个营业收入的基础上呢 那就是我们的一些扣减的 有什么呢 有营业成本 税金及附加 三项期间费用 叫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那我们在现在的会计利润表上 是吧 咱们把那个研发费用也加进去 但是税法证没加 还有呢 就是资产减值的损失 都给扣减了 在这个基础上 再加上公寓价值变动的收益 那要是损失呢 损失你就负号表示呗 还有投资收益 是吧 那我们得出来的呢 就是加加减减之后的 叫营业利润 营业利润就加减营业外 是吧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那就出来了利润总额 所以咱们的利润总额 是纳税调整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呢 那我们这个纳税申报表 是吧 就开始进行调了 调增的 调减的 那好 在这个利润形成过程中 我们有两个项目 一个是第一行的营业收入 一个是第十三行的利润总额 后面我们再算 所得税前扣除的项目时 不是有一些有限额标准吗 那些限额标准就可能用到这个表里的第一行和第十三行 所以我们把这张表给大家 也是告诉大家呢 这个会计利润总额的一个形成思路 同时也告诉大家 这表里面的第一行是什么 以及呢 利润总额 它的位置 好的 那这样呢 我们就清楚了 咱们整个因纳税所得额形成的一个过程 间接法 是吧 在这个会计利润的基础上呢 做纳税调整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们还是要知道 你纳税调整调的是税块差异 那么税法到底有什么规定啊 我得知道税法的规定 然后我才知道 这个税法跟筷子有什么差异 因此呢 在下面的内容中 我们就按照税法的要求 来说一说咱们的收入 是吧 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扣除 好 那咱们先说的第一个知识点 那就是关于收入总额 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考点 不过这个知识点里面 我们内容比较多 所以呢 我觉得整体性比较强的话 咱们就不再把这些收入总额 再分知识点了 那我就把它在收入总额 这一个大知识点下 划分为以下的这八个问题讲解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收入总额里的 叫一般收入 这一般有多少项呢 九项 它可不是咱们会计上 所说的那个收入概念 它是一个范围很宽广的 是所有的属于企业所得税的 这个收入范围之内的 所以很重要 那可以说我们的综合题 要用到这些 另外呢 收入里还有叫特殊收入 那特殊收入好几项呢 我们关注一下 像铁路债券的利息 这个是有减半的 那要关注一下 像这种永续债 叫可转换债 这些都是属于特殊收入 那我们还有叫资产处置 是吧 资产处置 它并不是说我们销售货物 它是要有专门的 关于资产处置的这种理解的 那么这种处置呢 它有叫内部的和外部的 所以要区分清楚 内部和外部有什么差别呀 内部和外部有什么税务处理的不一致呢 内部的那就应该是不用交税 因为它是一个内部资产转移 而外部的呢 它是移送给别人了 涉及产权变化了 所以呢 这个要交所得税 这样呢 在资产这个处置的收入当中 是吧 这个出选择题的概率更大 而我们前面呢 是出选择题和出综合题的概率都有 好 那我们还提到了收入当中的 叫非货币资产投资 这个可以说 也是在我们考试当中 选择题多出过的 综合题里面也不是没有过 但是次数比较少 它有一个叫递延五年纳税的税务处理 好 那除此之外 咱们其他的一些问题 在考试中的命题概率就更小了 比如说 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 比如说 接收这个政府和股东 划入资金的有关规定 以及收入什么时候来确认 它收入的实现 和这个增值税是有差别的 这里像货物的 是吧 劳务的 它是能够和综合题结合的 以及其他销售 这是一般了解 好 那这样呢 我们知道了 关于这个总体上 咱们收入总额要学的内容 下面咱们就进入 第一项收入的具体内容学习 好 那我们首先来学的是关于收入里面的一般收入 一共有九项 那这九项咱们怎么来在讲课当中给大家来解释呢 那我想呢 咱们从这么一个思路来说 每一个这个所得税的收入 那它所对应的 你要清楚 它是不是会计上所说的收入 会计上收入科目叫做营业收入 那不是说所得税要交税的收入 都是会计上的营业收入 可以说会计上营业收入是按收入准则来的 它的范围是窄的 而我们所得税所说的一般收入呢 是一个要交税的所有的收入 所以这个时候 它的一般收入九项里面 哪些是属于会计上营业收入的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见到的申报表第一行的 哪些不是属于申报表第一行的 这要分清楚 另外我们要提到的就是这个交所得税的这些收入 它是不是也跟增值税有关系啊 因为作为这个双主体税 纳税人两个都要考虑 所以我们综合体力有的时候 它就是要两个税同时考虑的 因此呢 我们的思路那就是你要和会计的结合在一起 对吧 你要和我们纳税申报表结合一起 表不会考试中考 但是呢 我们要在规则当中 要用到所以刚才给大家展示了部分表 以及呢 它要和我们前面学过的增值税结合在一起 所以这样学了前面的 后面学的时候咱们才产生连带关系 别把前面的给忘了 好 那按照这个思路 每一项收入我们会给大家一个一个来说 不过在这说的时候要明确 那就是如果所得税的九项一般收入 是属于会计上的营业收入 这个营业收入一定都是不含增值税的 你想想你会计上这个核算当中 带营业收入是不是紧接着 下面要带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这样的话 你的这个收入里面是不含增值税的 那这点呢 咱们会计跟税法要求是一致的 因为这个时候会计得听税法的 那所得税是不含税的 它是价外籍税的 另外在我们营业收入确认上 是吧 含不含增值税 税法跟会计是一致了吧 但是在收入确认的时间上 这个会计上的收入确认时间 和你所得税的收入确认时间一样吗 不完全一致的 那所得税的收入确认时间 和增值税又一样吗 也不完全一致的 所以这个收入确认时间 我们后面会单独有一个问题来提的 好的 那这样我们就把这个九项收入 一个一个来说 首先叫做销售货物的收入 那作为销售货物我们不陌生 在增值税应税行为里面 第一个销售应税行为就是销售货物 它指定是什么呀 那就是有形动产 而且呢是所有权转移所取得的 因此它肯定要交增值税 那在会计上呢 我们把这样的收入也确认为 你的营业收入 所以申报表也是第一行的 那这样的收入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跟这个申报表是吧 第一行和我们会计上的 这个和这个增值税的要求 这都是完全一样的 那我想呢 这就没有必要做更多的去解释了 那注意销售是有形动产所有权转移的 那如果要是使用权转移的呢 是吧 使用权转移的 那我们一会就会提到了租赁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说的九项收入第二项 叫劳务收入 这里所提到的劳劳务在增值税里面呢 实际上相当于是劳务加上服务 劳务原来增值税那就是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增值税的范围 服务是应该增的 那么在增值税里面的服务 我们一个一个给大家都提到了 那一共呢是有七项服务呢 是吧 那么这些呢 其实它都是属于我们会计上确认为营业收入的 那这都是我们这个经常性的经济利益的流入 所以他们都是要交增值税的 只不过交增值税的时候呢 那个增值税的税率对服务是有三档税率 对劳务一般纳税人的是13%税率 但是在所得税里 它是整个都合并到这个收入总额当中的 因此这样的营业收入 也是我们申报表主表的 表的第一行的项目 那为什么要强调这个第一行呢 因为咱们后面在讲扣除的时候 是有八个项目是有限额的 其中八个里面有两个项目 一个叫招待费 税前扣除要算限额 用这个主表第一行 还有一个叫做广告和业务宣传费 它要算税前扣除的限额 也要用到主表第一行 所以你必须要清楚 在所得税的一般收入里面 哪个是属于主表第一行的收入 这样呢 特别有利于我们前后关系的这个理解 好 那么接下来咱们要说到的第三个 所得税的一般收入 叫做财产转让收入 那给大家的理解 可能是转让财产不是就卖东西吗 这个不是简简单单的 这里的财产提到了 相当于解会计上的各种资产 包括呢 你的固定资产 生物资产 无形资产 以及你的固权债权 所以这样的财产转让 那你说这是不是一个销售货物 或者不动产 无形资产的行为呢 税法跟会计 它提法是不一样的了 那如果说是属于这个销售固定资产 那我们不是就是卖设备吗 是吧 卖房子吗 不是 那我们说这里面咱们所提到的财产转让 首先要明确的 肯定是所有权不是使用权 而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个财产转让呢 那它是你的资产当中 是吧 不是经营性的一般的这个资产 比如说我把我这个办公的房给卖了 是吧 把我办公的车给卖了 这个不是你经营的对象 那你把这样的长期资产 固定资产给卖了 这不是你经常性的业务 所以这里面的财产转让 不是一般的销售货物 销售不动产 那它一定是不属于经营性的一般货物 比如说我就是一个 这个一般企业把房子给卖了 这是属于财产转让 如果你是开发商 你把房子给卖了 那是你开发的项目 开发商要是卖房子 应该是在第一项的内容里面 好 那我们还涉及到了 就是在财产转让当中 是吧 那你说如果我们有这个股权债权转让呢 那这个时候咱们就要考虑到 股权债权它确实是财产 没问题 但是呢它跟前面这几个 就固定资产啊 无形资产啊 相比增值税里面 对股权债权是没有要求的 那我们增值税的销售行为里面 不包括股权债权转让 但是增值税的销售行为里面 包括你转让销售固定资产 那甭管是动产类的 不动产类的 包括你销售无形资产 那这样的话 在增值税里的提法 和在所得税里的就有差别了 那我们刚才说了 这两个财产转让是有增值税要交的 而股权债权 它是没有增值税要交的 只为说生物资产 那你要是生产者生产的 它不是免税的吗 那其他的呢 那他就会涉及到 有可能是9%的增值税的 好 那我们现在作为重点 要说一下是谁呢 在财产转让当中 重点说一下 关于股权转让 那刚才说了 股权转让 债权转让 它不是增值税的征税项目 它也不是我们会计上的营业收入 它可不是营业收入 这不是经常性发生的业务 所以呢 在这个问题上 股权转让的问题上比较复杂 我们教材上就有 这个关于股权转让当中的 几个环节的介绍 哪几个环节呢 有股权的转让 那这不是就正好符合我们财产转让吗 还有就是撤资减资 它实际上呢 也是一个股权的收回的过程 是吧 但是呢 这个撤资减资当中 我是把股权收回的同时 我也会把投资期间的一些 属于我们投资人的权益 一并就收回来了 那你说跟这个股权转让有什么差别啊 这个转让啊 我们会把投资期间的权益 转给下一家了 而撤资减资呢 我们会把投资期间的权益 自己收回来了 所以这是有差别的 至于说在清算当中 我们要是有清算的所得了 这种情况下 他收回来的清算所得 一样会考虑到 你有投资期间的权益 所以在投资期间的这种权益 那你就要考虑到了 在投资期的 这个权益 是原来被投资方 交完了所得税税后利润 我们作为投资方 按照股权比应该有的权益 所以这个投资期的 咱们叫什么呀 叫做权益性的 股息红利 股息红利 我就不写红利了 权益性的股息 它的特点呢 那就是 它是曾经交过税的 是税后的 是吧 那么现在伴随着咱们的撤资 伴随着你的清算 总而言之呢 这部分我们投资方 就全都是要收回的 那这一部分里面 就包含着 曾经交过税的 税后的 所以呢 对这一部分 曾经交过税的 税后的 咱们有免税的 而这个 转让就不一样了 转让 我是把 在投资期的权益 都转给了 下一间的 这种 接受转让 这个方 所以 这个里面呢 它只有要交税的 所得 只有要交税的 所得 那么不存在 投资期的 因为投资期的 我们都一并 转给下一间 从下一个接手方 那都收回来了 而这个 撤资减资当中呢 咱们实际上 也有转让的 也有转让的 所得 是吧 那我们 这部分是 没交过税的 所以呢 这部分是要 交税的 和它一样 这部分呢 是要交税的 没交过税的 但是呢 在撤资 减资 或者说清算 所得当中 它还会 有一部分是 原来投资期的 全异性投资收益 它还有 交过税的 那部分呢 所以 那部分免税 它要和 没交过税的呢 就要进行区分了 好 这样呢 我们就把这三个环节 分别给大家做个介绍 里面的要点 给大家提一下 首先 那就是涉及到 股权转让 什么时候 在税法上 确认股权转让的 所得 这个实现了 是吧 那就是说 转让收入的确认时间 那应该是 转让协议 生效 这只是 条件之一 并且完成了 股权变更手续 是吧 这两个得同时 都实现 你不能说 我转让协议 刚一签订 是吧 刚一签字 咱们就是 股权转让 要交所得税了 不行 那个是 生效 并且 这个完成了 变更手续的时候 确认收入实现 这个作为选择题 看一下 而这个转让所得呢 一般来讲呢 都是很直观的 作为我们考试 那就是 你转让的收入 假如说 是一千万 扣除呢 所发生的成本 假如说 这成本是六百万 而这个成本 按我们实际 是吧 应该是叫做 寄税成本 是吧 股权的寄税成本 咱们在第三节里面 资产的税务处理里面 会提到 这样呢 它的差额 就是转让所得 应该呢 是四百万的转让所得 那这个是 从来没交过税 只是在这次 股权转让当中 所产生的所得 所以呢 它应该是 并如 应纳税所得额的 因此 在这块 明确 计算 股权转让所得的时候 不得扣除 被投资企 未分配利润 等 留存收益当中 按照我们的股权 可能分配的 这部分金额 注意啊 这个提到了 叫做 可能分配 那就是说 我们在 转让 这个股权的 四百万所得当中 是吧 也有可能呢 还有一部分 是属于 那个 留存收益的 那那部分的 留存收益 比如说 我的股权是 百分之三十 那应该说 原来的 这个被投资方里的 是吧 留存收益里 我也应该有 百分之三十啊 但是 那部分 它是不单独体现的 道理很简单 你会在 和 下一家的 接手方 确定股权转让的 收入的时候 把这一部分 这个 叫做 未分配的 是吧 留存收益 这一部分 未分配的 留存收益 在哪呢 你都在转让 收入里面 转嫁给下一家了 所以 这种情况下呢 可能分配的金额 是不得在这里面 进行扣除的 假如说 可能分配的金额 百分之三十 四百万的 百分之三十 那就是 一百二十万 是吧 这一百二十万 是不能够扣除的 你的转让所得 就是四百万 好 这个和我们一会儿 要进行的 撤资减资的处理 就不一样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说到了 一个撤资减资了 那在这个 撤资减资当中 我们就要进行一下 这个区分 划分 是吧 划分一下呢 那就是当我们收回来的 假如说 刚才提到的 这一千万 是吧 是收回来的 那这里有多少呢 是咱们的叫做 初始投资 当然指的是 计税的成本 是吧 所以 刚才举的例子 这是 六百啊 因此呢 这部分的六百 是不需要交所得税的 那我们说的 就是投资收回 是吧 这是不交税的 很明确 而这个转让所得呢 转让所得不是四百吗 那么这四百 是吧 是因为撤资减资 而形成的转让所得 而不是股权转让 所形成的转让所得 那好 我不是从下一家的 这个新的投资人那收回来 我是从被投资方那收回来 所以这就要做一个了结了 那就是我们要把转让所得 给它分成两部分 在这四百万里面呢 两部分 一部分 就是股息性的所得 那就意味着被投资方 是吧 接受了我的投资之后 来进行了运营 运营之后的所得呢 那按照税法的要求 它先要交所得税 税后利润 按照我们股权比 按照它的这个 叫做分配方案 才进行分配 比如说我们享有百分之三十 咱们进行分配了 当然了 在这个分配之前 是吧 也不是说交完了税 全都能分配啊 我们学会计 学公司法都知道 按照这个公司法的要求 你首先 你的税后利润 是吧 要齐取 法定的留存 是吧 法定盈余公积啊 公益金啊 然后呢 才是有可能进入分配的 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 你就会留下来一部分 属于所有者权益的 这部分的权益 有可能它还有一部分 是根本不分配的 但无论如何 它都是叫做留存收益 是吧 那这部分留存收益 留存收益 这是不是也应该 我们投资人 享有权益啊 所有者权益嘛 只要是你这个 属于所有者权益的项目 我们作为出资人 我们按照这个出资比 比如我占30% 我都有这权益 所以 好 那我们假定说 这个被投资方的留存收益呢 是500 是吧 咱们30%就是150 那这150 注意 这150是含在你的转让所得 那400万当中的 那这150呢 是我们作为投资方 在投资期间 咱们的投资运营中 所取得的收益 被投资方没分给我的 是税后的 所以现在我把它拿过来了 这部分可别忘了 它是免税的 可是在我们的会计的利润当中 你是不是400万都是转让所得呀 这400万的这个转让所得里面 那我就要进行划分了 其中呢 有150万是咱们以前的权益性投资的收益 好 这应该是免税的 那么剩下的那个才是从来没有交过税的 叫转让所得 那有多少呢 那剩下应该就是250万 对吧 那这250万 是要交税的 所以 纳税调整就出来了 调整的是税法跟会计的差异 差在哪了呢 这一部分 是吧 税法规定是免税的 会计上已经把它作为400万的转让所得之内的了 所以这一部分呢 要做纳税的调整 确切的说呢 那就是要做纳税的调减 从你的总的这个利润当中减去这一部分免税的 至于说这个转让所得是正常的 是要交税的 是不需要做纳税调整的 所以我们清楚了 在撤资减资当中 咱们的转让所得 就必须要进行一下区分 里面相当于被投资企业 累计的这个未分配利润 累计盈于公积 我们把它称为累计的留存收益 当中属于你这个投资方的权益比 这我们就收回了 而这部分呢 它是免税的 因为它是税后的是交过税的 是权益性投资的收益 所以要做纳税调减 而真正的转让所得是要交税 不做纳税调整 好 这就是一个特别大的差异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提到的 在这个就是股权的问题上 咱们还可能会涉及到企业 这个清算 它有可能是破产清算 重组清算 也有可能是到了经营期了 是吧 经营期结束的清算 不管怎么说 那被清算企业的股东 它也会分得 当然也有可能 根本就没有清算所得 我们说有所得的情况下 分得资产 这个时候依旧是从被投资企业 被清算企业 全都收回来了 所以全都收回来 而且是从被投资 被清算企业 全收回来的 那你必须要把它进行分解 里面呢 同样的道理 属于被清算企业 在我们投资期间 是吧 拿着我们投资人的投资 来形成的这种留存收益 那咱们投资人要按股权比 是吧 有一定份额的 这个就叫做投资人的 这个股息性所得 股息性所得是交过税的 是纳税调整的调检免税所得 而剩余的呢 才是他真正要交税的 这样呢 要交税的是吧 是转让所得 那你就不要做纳税调整了 因此 这种问题 我们可以看出来了 在这个股权的问题上的 转让所得 以及股权的减资 股权的清算所得处理呢 确实有差别的 转让所得这 是不需要做什么纳税调整的 就是全都交税 是吧 而这个撤资减资呢 那你就一定要区分清楚 里面呢 是有免税的 以及呢 不免税要交税的 免税的就做纳税调整 清算所得在我们考题里面 基本上是不会出现的 所以大家对这样的问题呢 要掌握到它的操作应用程度 那我们给大家举这么一个例子 这也是我们考试当中的一个小计算 但是想选择 说这个假公司啊 它是曾经以800万元直接投资于 以公司占了30%的股权 过了几年呢 它要把这个股权进行转让了 看好了 这个不是股权的叫撤资减资 而是什么呀 说的很明确 叫股权的转让 所以就是刚才三种情况的第一种情况 这样呢 你取得了转让收入是1200万 手续也都做了变更了 是吧 那也就是说该发生叫做财产转让 股权转让所得的确认时间了 那关键是 你这个在1200万里面 有多少是原来的初始投资呢 好800 这样呢 我们就有了400万的转让所得 而这400万转让所得里 它又告诉你了 这里有多少啊 有200万 那就是以公司账面的未分配利润 那给我的感觉呢 就是200万当中 我们不是占了30%吗 是吧 那就是说应该有60万 但是对这部分的60万 那作为以公司分配没分配啊 没有分配 那么作为假公司转让方 拿到没拿到呢 没有拿到 因此这60万 我们就会把它作为我们估价当中的1200万 一起呢 都转给了接手的那个公司了 因此这个是不要做处理的 不要考虑它的免税的 那我们真正的转让所得呢 就是400万 所以正确答案选择的就是C 假如我们把这个地方稍微给改了一下 改成什么了呢 不是转让了 给它改成了撤资减资了 那好 这里面就要涉及到 有60万要做纳税调整的了 是吧 有60万做完纳税调整 那你要交所得税的转让所得呢 就变成了这个340了 所以稍微不注意 你可能就选B了 那它确确实实也可能选B 因为你的业务不一样 你的选择不一样 我们这个业务是转让所得 只能选C 不考虑这个投资持有期 被投资企业留存收益那部分 可能分配的 只有在撤资减资当中才能够考虑 那因为撤资减资呢 我是从被投资企业拿回来了 所以原来属于我的 我就全拿回来 现在是转让 所以我不可能全拿回来 我就只能从下一件那收回来